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左转皇宫二年 他就讲天子建国 诸侯立家亲自测世 代夫有二宗 那么这个是讲了整个来说 当时西周到春秋 一个政治形式的一个描述 他说天子建国 什么叫天子建国呢 就是天子 周王 周天子 建立了很多侯国 分封了很多侯国 诸侯立家 诸侯立家意思什么 就是说诸侯这一级令 他又什么呢 建立了很多就是清代夫 这样一些贵族的家族 亲自测世 亲就是要比诸侯更低等的 就是这个清代夫这一级 他们自什么 侧 侧就是侧面的侧 侧就是这个家世的侧 他说亲呢 他也要再继续 他这个意思就是从这个天子开始 就一层一层的分封下去 天子要建国 尊侯要立家 那么亲也要立他这个 因为古代是地长子继承子 天子建国意思什么 他们这个大儿子继承了天子 那么小儿子 二儿子三儿子 他就要让他们成了这个 诸侯的这个君主 那么诸侯又要立家 就立他这个赤子 为这个贵族 亲也是这样子 代夫 一直这么风风下去 那么 这个说明什么问题 说明就是春秋时的政治结构 这个血缘关系起到这个纽带的作用 所以我们上面看 都是血缘的分布 对不对 他这个二儿子三儿子 他们也 所以说这个血缘的纽带 很重要 在当时对这个政治起到一个 一个维系的作用 那么也就是说 前面所讲的 就是这个 就是讲到这个君主的地长旨以外的 这个诸子都称之为公子 或者公孙 我们先来讲 公子公孙 实际上就是一个氏族 成为一个公主 也是这个叫做氏族 因为他世世代的 就是继承下来 他的权力的世代继承 所以称之为氏族 那么这个关系呢 到了公孙的下一代 那么这个 在氏族方面就要发生一些变化了 因为 君主的儿子叫公子 他的孙子叫公孙 那么再下一代 他的曾孙这一代 那怎么办呢 因为他跟血缘关系 跟这个君主就远了 公孙这一代 他是祖孙关系的 那么到了公孙的下一代 他就是 曾孙跟曾祖父的关系 所以这个关系 从血缘关系来讲就远了 所以这个时候他要变了 怎么个变呢 就是他要立一个新的一个家族了 贵族家族了 那么他这个立的原则是这样子 就是说一种原则 就是说根据这个 就是这个他祖父 他祖父这一集 就是公子这一集 他公子 例如说 因为古人是这样子 他有这个人 有名字 还有什么 就是他的字 就是他用现代话 是号 有名还有号 那么这个公子 例如说 举这个郑国来讲 郑国这个公子 这个去吉 去吉 他是正墓公的儿子 那么他的这个号叫什么 叫子梁 梁就是现在梁好的梁了 那么所以等到他这个 孙子这一辈 以他这个子梁 作为他这个一个 氏族的一个名称 所以他就变成了梁氏 因为他祖父 不是叫子梁吗 所以他这一辈 就把这个 他这个氏族号就变成梁 叫梁氏 梁 所以以后就传下去 多少代的 他就不变了 都是这个梁氏 因为他的老祖宗 叫子梁 所以以这样为 这个氏族这个名号 还有种什么呢 以这个官名为氏 或者封义的名字为氏 有时候他不是以这个 祖父的字 以他什么 他祖父的字 比如说封义 或者他祖父做官 当什么官 以他这个为例 例如像 祺国这个管事 包事 就是以这个什么 以他这个 封在这个包这个地方 封在管这个地方 所以他这个后人 就叫包事管事 还有以这个 他当什么官 例如说像晋国 有一个叫中行事 中就是这个中间的中 行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银行的行 中行事 魏国有一个叫 储师事 那么他们都是以官为氏 因为他做这个官 做这个中行这个官 所以后来就成为 中行事 或者储师 所以这个 那么这些贵族 我们说这个 有了这个氏的贵族 当然彼此他这个 他上两辈 就是跟这个国军的关系 就要疏远一点 所以他这个地位 当然也要低一点 但是呢 不管怎么样 他们都还属于这个 就是这个 这个国军的这个 家族这个范畴 所以这些贵族 我们说也是 对于这个国家来说 也是重要 所以这个左战就讲 讲什么呢 他说这个公主 公事之之业也 若去之 这本根无所必护矣 那意思就是什么 这个君主是吧 他要靠 不仅要靠 就是他那个 跟他亲近的这个 公子公孙 而且还要跟他 靠他们吧 跟他们关系比较远 就是这个 另外立了这个 市的这些贵族 所以他们就离不开 公主就是离不开 这么许多 跟他这个有家族关系的人 当然从反过来说 我们说这个 这些贵族 这些士族 他也必须要有什么 就是说君主 对他们的这个支持 这是我们说双向的 谁都离不开谁 所以在血缘 纽带当中 我们说决定关系 这个决定关系 这个他这个关系 这个远近 那么就是 是这个 由这个什么来 就是决定 就是他这个 跟君主的关系 到底是亲 还是远 亲疏 来决定 他的关系 所以当时 这个贵族 他这个决位 决集 一般就是 大夫跟士 这两大 两大这个级别 大夫又 大夫跟士 是吧 当中间他又要细分 分什么呢 分上大夫 中大夫 下大夫 士也是这样子 分上士 中士 下士 所以这样我们说 这个亲呢 当然比较特殊一点 有人也有人认为 这个亲就是一种 这个绝名 但实际上 我们现在来看 亲好像不是 他好像还是一种 这个官名的意思 官名的意思 所以说亲呢 又有这个上亲 正亲 还有就是 总亲 就不同 这个名称 都表明 他们在亲里面 是比较这个 地位高的 称这个上亲 或者正亲 那么一般 我们刚才前面也讲了 称就是一国当中的 亲不是一个人 一般就是有三个人 或者是六个人 所以这个 亲来管理这个国政 它又具有一种 什么 集体性 集体的性质 那么这个 也就是说 这个亲里面 当然我们说 这个几个亲 也并不是说 他们都是 地位都是平均的 不是 这个里面 总有一两个人 他们好像在亲里面 是一个牵头 但这个 尽管他们牵头 当然由于他们有好几个亲 所以他这一个牵头 他也不能 他一个人 独占独行 他还必须要 尊重 其他亲的意见 那么春秋时期 因为当时是这样子 这个官吏是这样子 文武不分 没有像后来那样子 这个文官是文官 武官是武官 他这个春秋不分 文官跟武官是一回事 例如说 晋国这个中军元帅 因为他是执政的 所以他是这个 这个文官里面最高的 最高的官 执政 但是呢 他要在打仗的时候 他率领军队的时候 他又是军队里面 最高的将领 所以这样就 形成的时候 所谓这个春秋的时候 所谓叫做 出将入相之制度 就是同样一个人 他要打仗的时候 他是将领 他要不打仗的时候 他等于是 又是宰相的这个地位 就是文武是 和合在一起 所以这个我们说 跟中国后来官僚体制有些不一样的 后来中国文武基本上都把它分开 春秋的时候不是这样 所谓这个氏族就是这个氏亲制 当然各个国家都是君主的族人 当然也有些是 就是不是这个本族人 没有血缘关系的 例如像那个晋国 在晋献宫的时期 是吧 他就废止了就是 同姓公主 就不让这个是吧 这个同姓自己家里就公子公生 是吧 当贵族 而且一般是把他们赶出国外 就是让他们在国外 不在国内 所以这样公主就不是就没有了吗 同姓的公主没有了 但是呢 晋国这个时期是吧 他以这个异性的这个贵族为公主 所以实际上我们说这个 他还是这个换汤不换样 他也有一批这个很高的这个贵族 尽管他不是这个同姓 他是异性的 但是他们的地位也是非常高 非常重要 所以这样这个实际上 他虽然没有本家人 但是他虽然也是这个 让这个外面家族人来担任这个高的贵族 所以他实际上跟其他国家 其他国家就信任这个同姓贵族 我们说没什么太大的差别 这个春秋时期是吧 我们说这个国君跟这个四亲 共同来治国的这样一种政治体制 我们说我们要追元的话 就可以追到更古的什么部落联盟时期 应该在这个部落联盟时期的时候 我们说当时所谓有这个 跟这个军事民主有关系 我们说这个春秋时期亲的 应该说就是当时古代的更古老的什么 各个部落酋长的这个残余 军组呢 是就是部落联盟时期 这个最高这个军事首长 是吧 一个 他是代表的就是这个 这样一个神 所以他们之间 我们说这个军事首长 跟各个部落的酋长之间 是吧 他们要通过那个民主这个协商 而这个一般的国人呢 他们是传统就是这个 有这个民主权利 那么他们这种这个 拥有这种古老的民主权利 是吧 所以这样就 对于这个君主集权 或者专制 是吧 我们说起到这个意志的作用 当然这个历史的发展 是古老的民主 他也 他不能这个 是吧 永保清长春 是吧 所以到一定的时期 到了春秋梦 比如说这个 这种这个 古老的这个民主制 是吧 他走到尽头了 所以他也应该这个 什么 慢慢就叫做 淡出这个历史舞台 所以到了这个春秋梦 到了战国初 我们说这个新兴的君主集权 就起来了 历史发展的方向 就完全跟以往就不同了 他不是 不朝这个民主制 这个方向进行 而朝了这个集权 专制这方面 第七个小题目 就是说一下这个 君治跟官治 这个通过这个春秋 我们对春秋的研究 我们就容易看出 他所反映出的 有很多什么 他是很古老的一个制度的 一些产业 是吧 例如说 当时实行的 全民皆兵制 兵农合一制 军政合一制 是吧 这三种制度 是吧 我们都很容易看出 是吧 春秋时的军制 是吧 或者政治 是吧 都带有浓厚的 古老的那种 部落 部落制的这个 弱感的特色 是吧 我们在这个 在州里当中看到 所谓的州制 是六军制 这个州制的这个 六军制 实际上又是六香制 香跟君是重合的 所以六军的首长 也就是六香的首长 所以他成为这个六亲 亲是这个 亲既然既是一军之长 又是一个香的行政长官 所以这种制度 我们说跟后来 那个满洲的八旗制度 是很相像的 是吧 八旗制也是这样的 八个旗的这个首领 既是这个军队的这个首领 又是这个地方行政 最高的地方行政长官 是吧 所以这个是很相间的 那么各个侯国 是吧 都是从这个州 分演出来的 是吧 所以他们有时候 不一定按照州人就六部 来建立自己这个政体 是吧 或者君制 是吧 就是他们的 因为他比这个州小了 所以他们从实际出发 按人口的多少 建立起什么 二君制 或者三君制 是吧 但是一个军长 都必须要跟那个 一个部 就是这个合而为一 是吧 就是三个亲 或者两个亲 他们同时又是这个军阵首长 就是地方行政长官首长 又是军队首长 这个是不变的 那么军队的士兵呢 由这个士来承担的 是吧 士就是 都是国人 是吧 所以这个 我们看这个魏国 魏国这个 后来打仗 他要打仗的时候 就实行所谓 国人授甲 就对 每个就是国人呢 就是当时比较年轻的这个 年富力壮的这个国人嘛 要授给他们一套这个盔甲 是吧 那么一般当我们说这个野人当时 他是没有权利来接受这个国家这个 授甲之地 也就是他不能当兵了 所以他没有这个 这是这个 这是这个 春秋时期我们说 他这个战争当中 是吧 以这个车战为主 当时主要就是这个军队都是这个 就是这个 由这个马车 很多这个战车所组成 是吧 所以这个 当时这个一个车上 一般有三个人 一个人 其中一个人是御守 就是驾车手 是吧 他是这个 驾这个马车的 还有一个人呢 是手里面拿了一个长兵器 拿了一个戈 青铜的戈 还有一个人是拿了弓箭的射手 所以一般一个战争上就有这么三个人 那么当时这个春秋时大国 大概拥有兵车 有一千两 一千两就标志着 这是一个大国 一个强国 一般的小国 就那就很少了 就几百辆冰车 二三百辆 也二百辆 那么一辆冰车 它要配备多少人呢 这个说法不一样 有人说这个 因为这个冰车后头 是吧 他还有就在地下 地下跑的这个战士 所以他当时称之为甲氏 因为他这个要充公宪政 所以他身上都必须穿那个皮甲 皮的这个甲 当时有的说法不一样 有的书上说是十个人 有的说法要配备三十个人 当然我们现在就没办法判得到底是三十来 总而言之他是要配备一些则 穿了盔甲的 跟着这个战车一起作战 那么史迹当中也提到就是航 航就是现在银行的航 航是指什么 指这个步兵 它不是马车 它是靠这个两个腿在地下走 叫这个步兵 那么到这个春秋晚期 我们看到什么 各国家这个步兵呢 增多起来 有的也称之为叫土兵 土就是土地的土 土兵 土兵也是指这个步兵 这个步兵 这个步兵就多起来了 当然这个骑兵在古代是没有了 这个骑兵出现的比较晚 春秋以后才有了 所以春秋的时候主要是就是马车 还有一部分 也有一部分步兵出现了最早 大概这个军队组成 大概就这么一个情况 那么在下面就说一下官制的问题 官制 官制是这样 在朝中这个高官叫亲事 亲 那么这个亲事应该说是 由现代的话就是当时朝中就是 这个 掌握这个最高这个权力的 这个官力 这个除了以外了 除了这个以外了 还有就是分管各个具体事务 以及官力 那么这个例如说 当时有这个所谓这个叫宅 太宅 太宅之官 那么这个州里里面 就六官之长里面最大的官 就是太宅 太宅有点像后来这个宅相的意思 对吧 成相的意思 他最高的这个 在这个政府里面是 掌这个最高的权力 那么在这个太宅以外还有什么 还有就是这个比较重要的官 就是司马 司徒 司空 这是这个在大官里面 这个最重要 那么这个古人也称之为三司论 司马 司徒 司空 那么这个像这个后来这个鲁国 这个三环 他们都是分别担任 就是司徒 司马 司空 这个三环 这个三环 那么这个三环 这个三环 这个三环 司徒 司徒这个官 他主要是管这个民政 民政官的这个最高长官 司马是管这个军队打仗的军队 司空 司空是管什么呢 管这个当时这个国家的一个大的功臣 例如说修路 修臣 这个都是由这个司空来管的 所以这个三环 那是在古代移植是很重要的 因为他管的事情非常重要 管民政 管打仗 管公共工臣 都是重要的事情 那么这个像这个当时这个宋国 就有六亲 当各个国家这个具体的官制也不太一样 不是说都是一样也不一样 他各个国家这个 当时都是主要的当时来说就是大同小异 你像顺国这个有六亲 所以他也有六官 六官他那个叫右师左师司马司徒司空 司寇 他还多了个司寇 司寇是什么官呢 是管这个刑法的刑官 法官 郑国的六亲呢 又不一样了 郑国六亲里面有当国 违政还有叫司马司空司徒 还有一个邵政 所以他这个跟宋国跟进国都不一样 那么还有一个像楚国 楚国的官制也是跟中原国也不一样 他的最高的 当然他那个就是这个最高的这个行政官力 就是也是亲事 但是他有两个亲事 这两个亲事他还不一样 一个是叫令营 一个是叫司马 这个令营是管这个就是这个民政的 这个司马是管这个军政的 军 军事方面的最高长官 对不起 我今天也会说 我今天就会见到 你 我今天就会见到